好 美国经济我们今天要看的指标是零售业 在6月份的数字出来了 美国6月的零售销售数据月增0.2% 是持续攀升 但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觉得增速好像减缓了 其中汽车销售在6月份降到0.3% 不过服侍这些网络销售继续往上冲 美国人还是敢花钱 那么现在在美国外卖的业务非常好 夏威夷有一个外送员接受访问 他一个礼拜工作7天 但是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2到20个小时 他在2022年年薪已经破10万美元 不过要拿到这样子自由弹性的工时 还有不错的年薪 必须适应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 美国的零售大厂Target宣布 员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 可以穿短裤上班 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逸 在纽约郑交所敲响收盘中 庆祝赴美挂牌20周年 周二的美股也没漏气 在强劲银行财报提振下 三大指数全面收高 当中道琼大涨超过1% 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走深 写下两年多来最长连涨记录 美国六月零售销售也在同一天公布 虽然比前一个月微幅增加0.2% 继续攀升 但增速出现减缓 并低于市场预期 当中变化最大的包括汽车销售 从五月的大增1.5% 降到0.3% 被视为家庭支出指标的外出用餐 也就是餐厅酒吧等销售几乎持平 不过服饰品牌等网络销售额 却继续向上冲 整体看来 在联准会启动 40年来最快的升息步调下 美国民众的消费力道依旧强韧 对各家零售商而言 除了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 还得顺应外在环境来修改政策 从亚利桑那州到德州 全美多个州如同置身烤箱般 热浪久久不退 让美国第二大零售百货集团Target 对招牌的员工制服做了微调 以往一直是红色logo上衣 加上一条卡其色装裤 如今Target宣布 从收银到礼货 全美44万名员工 都能换上更凉爽的短裤来上班 至于在全美有近400间门市的 连锁汉堡店In&Out 则对口罩寄出全新规定 那就是禁止员工佩戴 除非持有医师诊断证明 业者表示他们相当重视 店员对顾客的微笑 但无论新旧规定还是业绩好坏 住在夏威夷的这位科尔曼 通通能自己掌控 因为他是全美最大外送 餐饮平台Doordash的外送员 即便是卖命爆肝 赚的钱通通进了自己口袋 让科尔曼一周七天无休也甘愿 每天甚至花12到20个小时外送 就是要逼自己一天赚到400美元 相当于台币一万二的日薪 每日每夜的工作让科尔曼在2022年 一整年共进账11万4千块美元 和台币大约350万 这数字连他本人看到都惊讶 看这经济学家的眼里 这已经成为一种 由副业和非传统工作 组成的新经济形态 而究竟是好是坏 年收入超过300万台币的外送员 科尔曼这么认为 关注视况趋势 发掘新的服务体验 并专注自身优势和需求 或许就能从中找到赚钱门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